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反社会人格 只有我是一朵无助的小改话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进家门 迎接我的是穿着围裙的爸爸 他笑得十分温柔 问我 饿了吧 爸爸给你做了一些小点心 他的脸上笑容越来越浓 而让我觉得毛骨悚然的是 我爸的围裙上沾满了斑驳的血迹 看起来是刚刚见上的 我爸顺着我惊恐的目光低头望去 随即笑了笑说 哎 又不小心把围裙弄脏了 你妈看到又要骂我了 我小心翼翼地脱下鞋子 走进了家 客厅的椅子上 绑着一个头发散乱的年轻女人 女人满脸血污 上下嘴唇被线缝在了一起 他看见我近来 发出激动的乌叶声 向我投来求救的目光 我身子一抖 迅速转移了视线 我爸轻声地对我说 这位阿姨竟然把还不到四岁的女儿丢在外面 自己却跑去和男人鬼混去了 那个可怜的小女孩 就那样被车碾成了一团血肉模糊的碎片 你说她生前该有多痛苦啊 我僵硬地坐在沙发上 不敢往那边看去 没一会儿 凄厉的惨叫声就响起 女人痛苦的惨叫 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 才渐渐消失 我爸取下眼镜 擦了擦镜天上的血迹 微笑着对我说道 露露 接下来爸爸要把这个阿姨切成一块一块了 可能会有些倒胃口 你回房间吧 得到允许后 我飞快地跑回房间 身后还响起了爸爸的一声长叹 我听到他嘟囔道 这孩子的性子怎么一点都不像我们啊 此刻 我早已腿软地发抖 浑身上下全是冷汗 这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爸爸杀人 第一次他在我面前杀人的时候 我只有五岁 爸爸在我惊恐的目光中 活生生割开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他说这个男人家暴妻子多年 导致妻子忍受不了跳楼自杀 可男人却一点都没有受到惩罚 所以他要来亲自惩罚他 我深呼吸一口气 好不容易才冷静下来 但最让我紧张的是明晚 那群每天欺负我的人要来我家 一想到他们的脸 我肚子就一阵抽搐般的疼痛 明明我已经求过他们很多次 不要去我家了 可他们却抓着我的头发 在扇了我几个巴掌之后 笑着说想看看什么样的家庭 会养出我这种臭宠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 去过我家的人 没有一个是活着出来的 门外响起了敲门声 我打开门 门外站的是我妈妈 妈妈长了一张 非常人畜无害的漂亮脸蛋 但只有我知道 她有多么恐怖 妈妈微笑着盯着我说 脱掉衣服 妈 我近乎于哀求地看着她 但我还是颤抖着脱掉了衣服 露出了不满大小伤痕的身体 是谁干的 妈妈笑意愈发浓烈 可却只有我知道 妈妈现在非常生气 她一生气起来 就喜欢干可怕的事情 我五岁的时候 被幼儿园的小男孩 抓了一把头发下来 第二天 那个男孩就失踪了 新闻上说 她是自己不小心从楼上掉下来死掉的 但只有我知道 男孩死前攥紧在手里的棒棒糖 是妈妈最喜欢给我买的那款 上小学的时候 班上的女老师以为我是穷人家的孩子 经常故意对我冷嘲热讽 明明我和同桌一起做职人 她却总是把最脏最累的货安排给我 看着我提着沉重的水桶摔倒在厕所里 女老师哈哈大笑 我没敢告诉家里人 虽然我讨厌这位女老师 但是我更不想让家里人做坏事 但这件事还是被敏锐的妈妈知道了 没过多久 我在新闻上看见了这个女老师的死讯 她在晚上回家的时候 被几个混混轮流折磨而死 双手双脚都被活生生折断 当我看到那几个混混的照片的时候 我浑身血液都仿佛凝固住了 因而我分明 就在家附近看见过妈妈和他们有说有笑的谈话 妈妈冰冷的手指抚摸上我的伤口 我思绪被拉了回来 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 妈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有时候我真的怀疑 你真的是我生的孩子吗 我看着她的脸一言不发 因为我知道 我的确不是他们的亲生孩子 我从小就性子软 还极容易掉眼泪 我记得小时候我养的猫 在我开门的时候 不小心跑了出去 当找回来的时候 已经被不知道什么人虐待得奄奄一息了 猫的腿被活生生剧断一条 连眼睛都被人挖出来一只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哥哥看不过去了 他冷漠地对我说道 你也不想他继续痛苦下去对吧 我泪眼婆娑地点了点头 下一秒 我看到哥哥扭断了小猫的脖子 骨头被折断的声音 清晰地响起 但我清楚地记得 哥哥的嘴角是微微上扬的 后来爸爸去查了监控 看到猫是被同小区的两个男孩折磨成这样的 我们找到了那两个男孩的家长 他们却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就是一只土猫吗 多少钱 我们陪你就是了 报警 别开玩笑了 我们家的孩子只有14岁 而且说实话 是你们不小心让猫跑出来的 我还没说你们的猫吓到我家孩子呢 男孩从妈妈身后探出了头 笑得嚣张又恶劣 妈 是那只猫先抓伤我们的 女人冷哼一声 你们听到了吗 我还没找你们要钱呢 倒是你们先找过来了 谁知道你们养的猫 有没有什么狂犬病毒啊 我被气的眼泪巴搭巴搭止掉 我都看到监控里是 他们故意踩住了小咪的尾巴 小咪才抓他们的 男孩一点也不心虚地说道 谁说我是故意的 我就是不小心的 这种会抓人的猫 就是要弄死 我气的冲上去 想和他理论 却被男孩的妈妈 一下子推倒在地上 哥哥把我扶了起来 轻描淡写地说道 也对 对付抓人的畜生 就要弄死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极端的阴冷 爸爸妈妈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着看着女人和他的孩子 女人似乎从没遇到过 爸妈这种家长 也不跟他争辩 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过 他有些心虚地赶走了我们 几天后的夜里 我哭醒之后 想到厨房去喝点水 大门开了 我看到哥哥走了进来 黑暗中 他的脸显得灰暗不清 我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哥哥的外套上沾染着一抹刺眼的星红 我颤抖着问道 哥 你去做什么了 虽然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恐怖的联想 他咧嘴一笑 哥哥是去处理一些会抓人的畜生了 第二天 我们小区里来了很多警察 原来那两个男孩 在昨晚被人活生生地剖开了肚子 里头的肠子流了一地 这就是我的家人 他们看似宠我 爱我 却让我觉得恐惧 妈妈捏了捏我的脸 在想什么呢 妈妈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你呀 是我怀胎十个月生下来的宝贝 露露 妈妈在信箱里拿到了一封信 是给你的 妈妈拿出了信封 我疑惑地打开信封 随即瞳孔一缩 整个身体静攣了起来 里面是一张照片 照片里 我像只狼狈的狗一样 被人踩着肚子 那些霸凌我的人 往我的头上倒浇水 他们笑得非常开心 我还记得他们说的话 母狗是不配拥有那么好看的头发的 被高跟鞋踩肚子的痛感 仿佛历历在目 照片背后写着一句话 我们非常期待来露露的家里 看看母狗一家的生活 末尾还画上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笑脸 冷汗从我额头渗出 我下意识地想将照片藏在身后 但妈妈没有给我藏匿的机会 她轻而易举地 就从我手里拿走了照片 我坠坠不安地看着她 她脸上的表情丝毫未变 依旧带着浅浅的笑意 露露 你身上的这些伤 就是他们弄的吗 你之前瞒着我去剪掉头发 也是因为他们 我忐忑地点了点头 颤抖着将脸颊贴在她的手上 妈 求你 我可以转学的 我们也可以去告诉老师 我让他们不要过来 不要对他们下手了 我像只可怜的小兽 向着妈妈发出微弱的哀求 以前 我惹妈妈生气的时候 只要用这一招 她就能原谅我 妈妈笑了 她过于漆黑的眼睛盯着我 露露 虽然妈妈很喜欢你撒娇 可是这一次撒娇也没有用咯 妈妈不是告诉过你 我们对待客人要热情吗 怎么能把他们拒之门外呢 妈妈爱恋地摸着我的脸 在我耳边轻柔地呢喃道 我们一定会给他们准备一个最盛大的 永生难忘的夜晚 我的身体 在听到妈妈的话之后 一点一点地冷了下来 夜里 我做了一个噩梦 梦里 我回到了八岁的时候 我光着脚站在客厅 客厅很黑 没有开灯 爸妈的房间 蓄掩着一条缝隙 微弱的光亮从里面渗出 我听到了他们谈话的声音 我好奇地抱着娃娃走了过去 不知道把这个孩子接回来 到底是对还是错 爸爸说 你后悔了 我妈说 倒也不是后悔 只是觉得 这孩子这性子 我爸又轻描淡写地说道 以后要是不喜欢了 杀掉算了 反正咱们这花园里 也不止一具尸体了 谢谢 一股寒意 从我脚底窜至四肢 八岁的我只觉得 仿佛坠入了一个冰冷的地狱 突然 房间里陷入了一片沉寂 爸妈的脸 缓缓地从门内叹了出来 他们露出了整齐华衣的笑容 盯着我道 偷听爸妈讲话的孩子 是坏孩子哦 我猛地惊醒过来 全身大汗淋漓 八岁时曾经无意听到的一次谈话 却成为了我的梦魇 像一股绳子缠绕在我脖梗 我不知道哪一天 这个绳子会收紧 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所以我的性格和他们一点都不像 要是爸妈哪天不高兴了 我是会被杀掉的 就像爸爸杀掉的那些人一样 被割开喉咙 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喷溅而出 绝望地等待着死亡 突然 我的余光瞥见房间的门 竟然蓄掩着一条缝隙 我大惊 分明睡前 我是把门锁死的 一个人影安安静静地站在黑暗中 我认出了那双高档精致的皮鞋轮廓 我哆嗦着开口 哥 哥哥从黑暗里走了出来 他平时工作很忙 很少回家 我几乎已经有三个月没有看到他了 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 俊美的脸看不出情绪 我勉强挤出一个笑来 你怎么回来了 哥 这个家里 比起爸妈 其实哥哥最让我害怕 因为之前他在家的每一个晚上 我不管多少次繁锁房门 都会在每天被噩梦惊醒后 看到哥哥面无表情地坐在我床边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他抬手抚摸上我的耳朵 哥哥的手指很凉 我一哆嗦 忍住心里的不适感 但我没有表现出任何抗拒的表情 因为我知道 我越抗拒会让他更加兴奋 妈妈打电话给我 说明天你同学会来家里玩 让我一定不要缺席 我身体渐渐僵硬 后背绷紧 我们一家人 得整整齐齐地招待客人 对吗 露露 她轻笑着捏了捏我的耳朵 还有 我想你了 哥哥缓缓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他坐在我床边 盯着我的眼神 仿佛一条贪婪的毒蛇 哥哥的眼神漆黑无比 低沉沙哑地说道 为什么露露不能像抱着小熊玩偶一样 抱着哥哥呢 她的声音很好听 带着独特的沙哑气质 可我只觉得 全身一阵又一阵地发冷 我苍白着脸 男男道 哥 我想睡了 你可以走吗 哥哥盯着我看了很久 最后 她在我额头落下一个轻柔的吻 那晚安了 露露 她起身走出了房间 我紧紧地抓着被子 将被子拉过头顶 整个人全缩在里面 我知道 她没有走 她只是假装要离开 因为一直有一道年逆冰冷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了 昨晚我还是在迷糊之中睡了过去 我来到厕所 简单地洗漱了一下 镜子里的人 长着一张过于柔弱苍白的脸 我深呼吸一口气 对着自己说道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阻止他们来家里 客厅的角落里 多了几个黑色的垃圾袋 鼓鼓囊囊的 我甚至能闻到 从那些垃圾袋里 传出来的淡淡腥味 我胃里泛起了一阵恶心 不用猜也知道 这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 但让我疑惑的是 垃圾袋的数量好像不太对 比之前少了很多 露露 快过来吃早餐了 爸爸专门给你做的瘦肉粥 爸爸围着围裙 笑得极其灿烂 餐桌上 放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粥 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肉香味 哥哥穿着西装坐在餐桌前 动作优雅地捞了一碗粥 我面色发白地坐在桌子上 看着飘在粥里 颜色鲜艳地过分的红色肉块 这该不会是 我脑海里产生了一个 极为不好的联想 搁个小口喝着粥 但笑着道 露露怎么不喝呢 果然年轻人的肉比老年人的好吃很多 下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 跑到厕所干呕了起来 客厅里想起妈妈抱怨的声音 你这孩子 别老跟你妹妹开玩笑 露露胆子小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猪肉是我大早上从菜场买的 听到妈妈的话 我长舒一口气 贪婪地坐在地上 扭过头 却对上哥哥含笑的眼睛 我忘记了 他最喜欢看我狼狈的样子 我拒绝了司机送我 魂不守舍地坐着公交来到学校 一进教室 那几双让我惧怕的眼睛 便齐刷刷地盯着我 像是见到猎物的野兽一般 我不安地走到座位前 坐了下来 一坐下来 我就感觉不太对劲 身后响起了闷闷的笑声 我想要站起来 裙子却被死死地粘在了椅子上 突然 清脆的布料被扯破的声音响起 所有同学都扭过了头 我的裙子被扯破了 没有人笑出声 可他们看着我的眼神里 带着明晃晃的嘲笑 一瞬间 我的脸色变得惨白无比 哎呀 是谁把胶水倒在 露露的椅子上 害得我们露露出丑了 来 穿我的外套吧 城里里轻易地靠近我 温柔地 把外套套在我下身 我惊慌地色缩了一下 染灰 给露露换一个新的椅子 留着小平头的高壮男生 爽快地应了一声 迅速给我换了椅子 但我却看到了她眼里 一闪而过的恶意 好了 露露 马上要上课了 快点坐下来吧 城里里不由分说地 将我按了下来 下一刻 钻心的疼痛 从大腿根部传出 我发出一声短促的痛呼声 额头瞬间冒出了冷汗 城里里温柔地贴在我耳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人 听到的声音说道 露露你知道吗 古代的时候 母狗是要被进猪笼的 不过我觉得 那对你太残忍了 就在衣服上沾了很多土丁 你可要感恩戴德哦 我疼得已经说不出话 只能发出阵阵抽气的声音 上课铃声响起 城里里回到了座位 我能感觉到 鲜血从我的皮肤里渗出 粘腻温热 班主任走了进来 我抬头的时候 眼神刚好和他对上了 他看见了我因为疼痛 几乎失去血色的脸 但他很快便低下了头 若无其事地翻开了课本 其实 我不是没有找过老师 我跟他说过的 他说过会帮我的 那天 他还说放学后 要和我好好谈谈 老师的表情很真诚 或许是我太过于急切 忽略了他微微颤抖的手 和不自然的眼神 老师把我带到了 一间安静的包厢 他说要在这儿 和我好好沟通 可是我进入包厢的那一刻 看见的却是 城里里他们 笑得极为灿烂的脸 那天 挺疼的 但也习惯了 恍惚之间 我开始嘲笑自己 明明我知道 城里里的爸爸是高官 为这所学校捐了很多钱 没有人敢得罪他的 疼痛让我愈发难以忍受 我别过头 却看见窗外 似乎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 我疼得实在忍不了了 一下子站了起来 同桌发出一声惊呼 你衣服上全是血 城里里及时地开口道 老师 陆陆好像是来那个了 我带她去厕所 我说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行 班主任瞥了我一眼 冷淡地说道 就让莉莉带你一起吧 班上响起了窃窃私语的声音 听说周路家里连卫生巾都买不起 都是拿纸巾垫的 啊 好恶心啊 怪不得都是血 我张了张唇想要辩解 最终低垂下头 什么也没说 陈莉莉贴着长甲片的手指甲 用力地牵在我胳膊肉里 生疼 她笑着拉着我远离教室后 就收起了笑容 猛地将我推倒在地上 我重重地摔在地上 城里里面无表情地服侍着我 我也抬眼看着她 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 很多念头纷乱地在我脑海里闪过 刚转学来的时候 我并没有被欺负 大家对我也挺友好的 这是一所贵族学校 或许是我每天坐公交上学 又或许是我和他们格格不入 又可能是陈莉莉暗恋的学长 在某一天放学后拦住了我 红着脸说她喜欢我 可是 我分明 就是为了他们好 那些想要和我做朋友的 和我表白过的 都在某一天 突然消失了 因为我的哥哥狠狠地抱着我 对我吐出宛如情人般的呢喃 对不起 我实在太嫉妒了 为什么他们可以得到 陆露的欢心呢 陆露却从来不曾 对我真正的笑过 突然 我的手指尖传来一阵刺痛感 成莉莉穿着的小香皮鞋 踩在了我的指尖 陆露 我很期待 今晚去你家做客呀 你可要好好招待我们 一定要让我们开开心心的 成莉莉漂亮的脸 带着天真的残忍 我看着她许久 最终从喉咙里麻木地挤出一个字 好 陈莉莉愣住了 她似乎没有想过 我竟然同意了 但很快 更加恶劣的笑容浮现在她脸上 真期待呢 我说 是啊 真期待呢 放学后 陈莉莉他们生怕我逃跑了 一左一右地将我包围了起来 校门外 一辆白色麦巴赫停着 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 倚靠在车门边 看见男人的那一刻 我身体本能地往后躲了一下 是哥哥 哥哥微笑着说道 陆露 我来接你回家了 我在成莉莉三人的眼里 看到一闪而过的惊讶 成莉莉唇边的笑意更浓了 她轻声说道 陆露 你怎么没和我说过 你有一个这么帅的哥哥呀 我沉默无言 陈莉莉非常大方地走上前 自我介绍道 哥哥好 我们是陆露的好朋友 我叫陈莉莉 陆露邀请我们 今天去家里玩 哥哥挑了挑眉 笑道 非常欢迎你们 我想要坐副驾驶的时候 却被陈莉莉不着痕迹地推开了 陆露 我有些不舒服 前面的位置宽敞点 哥哥 我可以坐前面吗 哥哥微笑着回答道 当然可以 她的眼神 从陈莉莉的脸缓缓下移 落在了陈莉莉 裸露在外的白皙笔直的双腿上 陈莉莉的脸上 飞快地露出红韵 陈月推了推我的肩膀 不怀好意地说道 喂 你哥哥看上莉莉了吧 是的 她看上了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刚刚分离就在 想要如何肢解这双腿 陈月趴在我耳边说道 你说她以后要是娶了莉莉 那你们就是一家人了 露露 有莉莉当你大嫂 你一定会很幸福 我知道 她想看我恐惧的样子 可是她错了 我扭过头 冲她自暴自弃地咧嘴一笑 陈月一愣 陈莉莉一屁股坐在副驾驶座上 但她很快就惊叫着弹了起来 她的大腿根部渗出了一抹血红 一枚小小的图钉 扎在了她的大腿上 哥哥露出了恰到好处的惊讶和歉意 不好意思 这怎么会有一枚图钉呢 我先送你去医院吧 陈莉莉疼的眼睛都红了 她盯着哥哥 眼神又惊又疑 我突然想起了 之前在窗外看见的一闪而过的影子 心底一沉 原来她一直在监视我 我的手指紧紧地捏住了衣服 眼神却刚好对上了后视镜里哥哥的眼睛 她的眼睛微微弯起 带着显而易见的愉悦 我慌忙移开了视线 我们送承莉莉去了医院 处理伤口的时候 她疼得掉下了眼泪 下意识地抓住了哥哥的衣服 但很快 她又惊慌失措地松开了 对不起 哥哥语气轻柔地说道 没关系 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我的失误 陈莉莉勾了勾唇 颇为得意地转头看我 我脸色惨白 肩膀微微颤抖 陈月压低声音道 喂 你是在怕你哥被莉莉抢走吧 不 不是的 如果她真的能抢走她就好了 哥哥在处理猎物之前 脾气会出奇地温柔 我是在害怕 刺骨的恐惧包裹了我全身 恍惚之中 我看到眼前的三人都化成了白骨 从他们上车的那一刻开始 他们就失去了活下来的机会 他们最终还是跟我回了家 燃灰左右环顾 小声震惊地说道 周禄你家里根本就不穷嘛 为什么要每天坐公交上学 害得我以为你是个穷三穷人 要是知道 她后面的话没有说下去 我在心底吃笑了一声 要是知道我是有钱人 就不欺负我了 陈莉莉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 她彬彬有礼地向我爸妈问好 妈妈给每个人泡了一杯咖啡 笑道 露露竟然有三个好朋友 从内听她提起过你们 阮辉大概没料到 我妈竟然如此年轻漂亮 有黑的脸微红了起来 这时候的她 像个不安事事的普通男生 我平静地看着她的反应 可我却从未忘记 她在一拳又一拳 打在我肚子上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是多么残忍 阮辉亲敏了敌口咖啡 突然好奇地 盯着角落里的黑色塑料袋 问道 叔叔阿姨 这里头是什么 我紧张地捏住了杯子 手指骨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 爸爸缓缓地笑了 是什么 你可以自己过去看她 阮辉还真的站了起来 朝着这些塑料袋走了过去 我的心提到了极点 跳得飞快 爸妈脸上的笑意愈发浓烈 阮辉打开了塑料袋 她捂住了嘴巴 好臭 这些肉都坏了吧 好恶心 阮辉嫌弃的后退几步 塑料袋里是一些带着血的碎肉 一股难闻的味道从袋子里飘散出来 程莉莉和陈月都皱起了眉头 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 爸爸笑着解释 这些肉是菜场上卖剩下的一些碎肉 是我准备用来喂小区附近的流浪狗的 我微微松了一口气 阮辉离这些带子最近 她背熏的面色发白 连连后退 程莉莉突然开口道 叔叔阿姨 其实露露在班上也有个很好玩的外号 妈妈微笑 哦 程莉莉又轻又快地说道 母狗 气氛一下凝固住了 她微笑着看着我爸妈 可我的爸妈又或者是哥哥 却完全没有露出任何她想要的反应 他们非常平静地看着程莉莉 连嘴角的笑意都未曾收敛半分 妈妈更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玩的事情一样 发出轻轻一笑 爸爸乐呵呵地说道 如果用可爱的小狗来形容露露的话 倒是挺合适的 程莉莉脸上的微笑有些绷不住了 程莉莉和冉辉看着我爸妈的眼神像是看傻子 程莉附在我耳边巧声说道 你爸妈该不会是智障吧 这么明显的暗示都听不懂吗 她的声音并不清 足够所有人能够听清楚了 但我爸妈依旧像是没听到似的 程莉不快地喝了一大口咖啡 突然她的表情有些异样 程莉吐出了一个东西 她的眼睛陡然瞪大 程莉惊恐地大喊道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人的手指 可周围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她 程莉吓得语无伦次地说道 手指啊 这是人的手指啊 周禄 周禄爸妈杀了人 我平淡地说道 程莉你冷静点 仔细看看你吐出来的到底是什么 程莉粗喘了气 鼓足勇气又看了一眼 她的脸色煞白 程莉颤抖着说道 怎么会 怎么变成方唐了 我明明刚刚看到的是手指 冉辉痴笑道 什么手指 恐怖片看多了吧 我冷眼抬眸望去窗外 那里种着一片鲜艳异常的花 据说只要将这种花磨成枝叶 加入食物之中 就能使人产生幻觉 沉月好半天 才冷静下来 但很快便轮到染灰不对劲了 她频频向着塑料袋的方向看去 神精致地说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就是从塑料袋里传来的 一直沙沙作响 这里头生是有什么老鼠啊 程莉里皱眉 你在说什么呢 你们都没听到吗 染灰一下子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她脸色难看 一直细细酥酥的 很吵 明明这么想 怎么会没听到 突然 她脸上的表情定格住了 染灰像是看到什么 极为恐怖的东西一样 喉咙里发出近乎于破碎的乌叶声 我从未见过她的脸上 露出这么害怕的表情 我心里不免有些好奇 染灰到底看到了什么 下一秒 一股腥臭的液体从她下身流出 程莉里和许可惊叫一声 染灰 你有病吧 染灰却像是没听到一样 她死死地瞪着塑料袋 爬出来了 那女人从里头爬出来了 你们没有看到吗 爬出来了 她像个疯子一样 碎碎念着 而我的爸妈和哥哥 脸上的笑意在此刻绽放到了最大 陈月是第一个受不了的 她哭着说要回家 这里太奇怪了 我要回家 程莉里虽然什么也没看到 但她眉头紧锁 显然也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们走了 她站起身 拿起包准备离开的时候 突然又死死地盯着我 不可能 程莉里的脸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惨白了下来 她仿佛丢了魂魄一般地看着我 嘴里喃喃道 你明明已经死了 顾艳已经死了 我知道 程莉里也开始产生幻觉了 顾艳这个名字 我听过 在我转学来之前 受到程莉里他们欺凌的人 正是顾艳 据说她最终承受不住 从学校的楼顶跳了下去 顾艳的死很快被摆平 没有产生一丝一毫的影响 听到程莉里喊出这个名字 许可疯了班 不管不顾地拉着程莉莉 往门口跑去 可是很快 他们脸上的表情就被恐惧替代 大门上严严实实地挂着八把锁 哥哥站在门前 微笑着看着他们 客人没玩到尽兴之前 怎么能离开呢 他们的杀戮 即将要开始 我将自己蜷缩在沙发里 身体止不住地轻颤 程莉莉三人晕了过去 等他们醒来的时候 已经被绑得结结实实了 我站在爸妈和哥哥身后 心情紧张又复杂 喂 你们疯了吗 绑着我们干什么 染灰恢复清醒之后 用力挣扎起来 可他很快就意识到 这些看似纤细的绳索 却无比严实 他越是挣扎 绳子就将他捆得欲紧 许可哭着喊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为什么要把我们绑起来 程莉莉虽然脸色十分苍白 但他倒是这三人之中最冷静的一个 程莉莉阴冷地说道 我劝你们赶紧放我回去 否则我爸绝对不会放过你们 哥哥微微歪了歪头 他走到程莉莉面前 蹲了下来 程莉莉的胸膛剧烈起伏着 我从她的脸上 看到了压不住的恐惧 爸爸 哥哥的喉咙里发出低沉的笑声 你说的爸爸指的是他吗 哥哥拿出了手机 手机里是一个监控画面 一个男人浑身赤裸 双手双脚被绑住 头朝下倒挂着 他不断地挣扎 发出恐惧的呜呜声 你是说 这个像猪一样肥得流油的东西 是你的爸爸 程莉莉脸上的冷静 再也保持不住了 他愤怒地大喊道 你快点放我爸爸 你这个疯子 听说你爸爸当官之前是杀猪的 他杀的猪肉啊 比别人的都要香很多 莉莉 你知道他是怎么杀的吗 程莉莉的脸毫无血色 别人杀猪都是痛快的一刀解决 可是你爸爸偏偏不喜欢这么做 他喜欢折磨猪 在猪还有意识的时候 割断他的四肢 慢慢包去他的皮 他觉得猪极度痛苦地死去后的肉 才是最好吃的 程莉莉喘着粗气 胸膛剧烈起伏着 他的身体在发抖 程莉莉忍着恐惧 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到底想要怎么样 莉莉 我准备给你一个机会 活下去的机会 好不好 哥哥的声音温柔到了极致 你的爸爸和你之间 可以活下去一个 现在 我把这个选择全交给你 程莉哭着吼道 你们想杀了我们 杀人是犯法的 你们会被判死刑 冉辉也无助地乱吼乱叫着放他走 妈妈爱怜地抚摸着我的头 很害怕吧 真可怜 可是我们不能放走你猫 你们欺负我家 露露的时候 她一定也很害怕吧 陈月哭道 对不起 露露 你放走我吧 之后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我不会欺负你了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那个高壮的冉辉 一只手能直接将我打得流鼻血的染灰 此刻也对我露出了卑微的 哀求的表情 我也一样 求求你了 露露 我以后给你做牛做马 我再也不当成莉莉的跟班了 欺负你的主意都是她出的 不关我事啊 我正正地看着他们 此刻 我竟然只觉得有些吵闹 爸爸慈爱地看着我 露露 你说要怎么办呢 妈妈也在此刻扭头看我 我死死捏住手心 仿佛只有疼痛 能让我冷静下来 我要说什么呢 我该怎么办呢 此刻 我的心脏跳得厉害 承诺良久之后 我听到自己轻声说道 由你们来决定吧 他们三人的脸 在这一刻 失去了最后一点血色 原来活人的脸 有时候也会变得和尸体那么相似啊 哥哥说 莉莉 我的耐心已经快耗尽了 我只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 程莉莉的脸上 闪过痛苦和猙獰 最终 她咬紧牙关 狠狠说道 我要自己活着 哥哥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那就如一所愿 监控视频里 男人的身下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电动锯齿轮 下一秒 伴随着男人一瞬间杀猪般的惨叫 血肉横飞 男人被活生生聚成了两半 程莉莉尖叫出声 崩溃得嚎啕大哭 我静静地看着她 陈月直接吓得尿失尽了 她浑身抖得跟个筛子一样 染灰面色惨白 恐惧地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们没有想到 我的哥哥真的下手了 明明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杀死一个人 可她脸上的表情却丝毫未变 程莉莉哀求道 我爸已经死了 所以你可以放过我吗 哥哥 求你放过我吧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确实对露露做了过分的事情 我以后会改 我们还未成年 还是个孩子 我以后都听露露的 行吗 程莉莉悲宁地恳求 哥哥垂着头 怜悯地看着她 疯子说的话 你也相信吗 哥哥叹息一口气 缓缓说道 我看过露露的日记 我的嘴唇捏如了一下 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露露说她 也求你们放过她 她很善良的 她不忍心看着任何一个人 为她而死 明明她给了你们 那么多次活下去的机会 可你还是不肯放过她 现在 机会被你们用光了哦 你说露露在班上的外号是什么 对 是母狗 露露 哥哥让你看一下 真正的母狗是什么样的 好不好 哥哥转过头 漆黑的眼睛盯着我说道 混着血腥气的记忆涌上我的心头 我的手因为极度紧张 控制不住地发抖 我知道她想做什么 我猛地打了一个寒颤 周遭的温度仿佛一下子 变得湿冷无比 妈妈叹气道 好了 别再问露露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露露心丸得很 陈莉莉知道哥哥不可能放过她之后 几乎用尽世上最难听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们 哥哥完全不在意 反而非常认真地抵划着陈莉莉的小腿 腿太长了 狗的腿很短吧 得锯掉很多呢 手也太长了 陈莉莉终于被绝望吞没 她忽然想起了上车之前 这个男人盯着她的双腿 原来那时候 她就想把她做成狗 露露 接下来的场面会很血腥 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的 哥哥咧嘴笑了 妈妈牵住了我的手 露露 我们下楼 这些脏活就交给他们男人来就行了 周露 不要走 求求你救救我 周露 周露 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救救我们 那三个人哭得涕泪横流 嘶吼着求我救救他们 我麻木地看着 昔日无比嚣张的这三张脸 我不堪重负地喃喃道 明明我都说过了 你们怎么对我也好 就是不要去我家 明明我强调过很多遍了 最后我扭过头 跟着妈妈走出了房间 门在我面前缓缓合上了 我看不见的 还要他们绝望到极点的眼神 就像之前我看过的 每一个被杀死的人一样 门内是惨叫声 刺耳的惨叫声 但我家做了很多隔音措施 不用担心邻居会听到 明明我已经习惯了的 可巨大的恐惧和良心上的折磨 还是让我泪流满面 我埋在妈妈的怀里 压抑地唾起了起来 妈妈一下又一下地 抚摸着我的头发 哭了两久之后 我抬头念如道 妈 我有一天也会被你们像这样杀死吗 那天我都听到了 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妈妈惊讶地看着我 随后她笑了 你是说你八岁那年听到的 我和你爸说的话 傻瓜 你怎么会觉得你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呢 妈妈从来不会骗你 你是妈妈怀胎十一月生下的宝贝啊 我难以置信道 那 妈妈微微一叹 这件事本来不想告诉你 但现在你已经长大了 也有权利知道真相 其实你的哥哥 才是我们捡回来的孩子 本以为是正常孩子 但这孩子的性子越养越像我们 不 准确来说 他就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 我们担心他会对你造成不利 所以一直犹豫着 要不要处理掉他 但你哥哥呀 他真的很爱你 我闷闷地恩了一声 捏紧了妈妈的衣服 此刻 楼上的惨叫声戛然而止 门缓缓被人推开了 哥哥站在二楼 我抬头 对上了他的脸 那张沾满了鲜血 却依旧俊美得如同神奇的脸 他却像是怕我害怕一样 慌张地去擦去脸上的血迹 可他不知道 其实我 我很高兴 我叫周璐 我的父母都是天生的反社会人格 很不幸 我没有逃过 我也遗传了这个人格 只是我更加懂得 如何隐藏自己 八岁那年 我就知道我的哥哥是爸妈捡来的 老实说 当知道真相的那一刻 我的内心是无比的庆幸 我喜欢哥哥 喜欢到想把他吃下肚子 逢进身体 永生永世不分离的那种喜欢 为了让哥哥保护我 我努力装作了一朵 不安事事的小白话 每次深夜 他留进我房间窥视我的时候 我都忍不住 我都忍不住发抖 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因为兴奋 我很爱我的家人 但他们有时候挺单纯的 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说 他们喜欢杀人 却经常有疏忽的地方 哥哥杀死那两个男孩的那天 是我为他清理了现场 爸爸这么多年杀人没被抓 是我勤勤恳恳地给他擦屁股 我呀 就算过得很辛苦 要给他们不断地善后 但我还是 最喜欢我的爸爸妈妈 还有哥哥了 我还是要给他们不断地善